袁枕 莺莺传的作者 一个能把爱情写得那么美好的男人 一定是很深情吧 你错了 在我眼里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而且是一个举着深情大旗 善于用诗词洗白的渣男 袁枕有一首人尽皆知的诗句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这句诗来自他的黎思 当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了 这首诗就是他写给妻子的盗王史 去世的妻子就像是沧海的水 在他眼里的光彩夺目 就像是云争霞卫的乌山云 吸引着他的目光 看起来他跟妻子非常的恩爱 真的是这样的吗 千万别被远枕的假深情给骗了 这可能是死去的维从最想说的一句话 维从这一生全部的爱温柔财富都给了原诊 可原诊呢 日后纵享其人之福的时候 也许早就忘记了维从 维从出身名门 这个从小锦衣玉食的姑娘 嫁给结过一次婚的原诊后才发现 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原诊家太穷了 虽不是家不四壁 但是日子过得真不咋地 要吃没吃 要喝没喝 就连奴仆也没有 维从从小没吃过苦 嫁给原诊后开启了哑巴吃黄莲模式 两个人在一起 靠着那点诗情画意咬着牙过日子 后来原诊参加科举 得了不错的名次 原诊的好日子要来了 可维从撑不住了 一天好日子没过上 就香消玉养了 与其说维从和原诊有爱情 不如说维从是来杜劫的 是来精准帮扶原诊的 维从去世后 原诊悲痛不已 他写下遗思悼念亡期 刚刚写下的诗句末迹还没干 他就走马上任 开启自己的黄金单身汉生活了 原诊的第一任老婆 名为崔莺莺 对 跟莺莺传理的女主人公同名同姓 崔莺莺跟原诊从小就认识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崔莺莺不嫌弃圆诊穷 两个人到了婚嫁之时 理所当然的在一起了 二人结婚的时候 崔莺莺还是有钱人家的小姐 婚后不久 崔莺莺的娘家就家道中弱了 都说夫妻在一起 要同甘苦共富贵 可圆诊的不这么想 老婆的娘家没钱了 看来帮助我是没指望了 说不定还需要我帮助 怎么办呢 那就分手 她说崔莺莺的使乱中气 说她不守父导 说她不洁身自好 要休妻 当时原诊的渣男面目 可能只有崔莺莺最清楚 后来的莺莺传里 原诊还是根据自己 和崔莺莺真实的情感故事 进行加工后的作品 换句话说 里面的张生就是她 崔莺莺就是原诊的第一任棋子 可她又是怎么描写崔莺莺的呢 说她圣妖孽 跟打几包四是一样的人 你要是说原诊是深情难 崔莺莺不同意 维从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崔莺莺离开了 维从也走了 原真在干什么呢 偶尔写诗 怀念维从 偶尔想起崔莺莺的好 写写小说 可她最最重要的是 依然是谈恋爱 她这次看上了一位女诗人薛涛 薛涛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 她可比原诊大十几岁 当时两个人的姐弟恋 真的是轰动一时 他们两个人一起游山玩水 分开的时候就书信往来 为了讨得美人欢心 原诊用尽了心思 她把写字的纸染成桃花色 爱意最浓的时候 她写春梦词 欲问相思处 花开花落时 千万别以为原诊性情大改 此时的她已经开始厌倦薛涛 因为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薛涛毕竟比她大十几岁 她开始嫌弃薛涛老 薛涛作为才女 怎么会看不懂原诊的心思 她选择了离开 而且是以新的身份离开 她决定出家 不得不说 渣男的战斗力真强 你以为她会就此罢手吗 后来原诊又遇到了一位才女 名为刘采春 刘采春不仅会写诗 还会唱歌 原诊一眼就看上了 不惜重金为她赎身 两人在一起谈了七年恋爱 最终原诊还是抛弃了刘采春 回头看看 原诊起码有四位家人相伴过 她抛弃崔英英 因为她围从香消玉允 她伤害了薛涛 让刘采春失望投河自尽 这样的原诊 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深情男子吗 她的诗文深情 也只是她的面具 她的故事动人了 也只是她伪装的外衣 渣男是喜不白的 因为崔英英不同意 因为唯从不答应 因为薛涛沉默不语 因为刘采春至今也灵魂无归所 她的诗文